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2月5日 今天呢,新华社发表了一条消息 讲到了呢,中国科协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常委陈刚,一审判决 有期徒刑15年 中国科协这个职务是含金量太低了 实际上判他主要是因为什么 他当过北京市的副市长啊 这才是关键的问题 而且他这个案件涉及到人很多 我今天看到网络消息涉及到了刘琪 涉及到安邦 还涉及到了其他的啊 这个总共的一些高官啊 也就是这位2019年的第一虎啊 部级干部 这个案件是一个大案 涉及了很多的人啊 那么北京这个市委书记刘琪 还有这个吕锡文 这是副书记啊 常务副市长李诗祥等等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官场府外啊 是个普遍现象 办事你想不给钱 人家怎么能给办 何况陈刚担任的职务了得啊 负责什么呢 负责北京市城市规划呀 你想这个罐多大呀 给大家看看网上 受审的时候的截图 看看 这是人生的下半场啊 上半场很风光啊 下半场就变成这样了 由这个江西省 江苏省啊 南京日中纪人民法 也一审判判决啊 为什么放到南京去 那就是说 中共就是这样嘛 由政法委 把这个案件呢 根据政治需要啊 放到一个地方去 便于操控 因为党管司法 实际上就是 党的领导人说了算 判多少年 怎么判 什么时候判 什么罪名 那不都是 政法委书记说了算吗 对不对 这都是例行公事啊 放到这个南京 因为认为南京的法院啊 便于这个执行 上级的领导的 这个旨意啊 那么为什么判得这么轻啊 你看他这个受贿的金额 已经过亿了 你想 1.2亿啊 按照这个数字 如果就杀掉掉脑袋 像赖小民那样 也是可以的 但是为什么他不动他呢 现在这个问题 我看没有人讲得很清楚啊 这篇文章讲到 说是 经审查发明 审查 审理查明 03年到18年 注意这个事件呢 这个事件是 那是主要是忽温时代了 对吧 所以中共的反腐败 到了习近平 这个所谓习时代 是个内斗的工具啊 借反腐败打击政敌 大部分支持 像共情团排啊 这个03到18 这时间也不短 说是被告人 陈刚 利用担任北京市 规划委员会主任 这是最重要的位置啊 这个位置 其实比市委书记 市长 某种意义上 权力还大啊 你想规划这个设计 规划这个批准 就文书 不批准 你盖不了 就高卢大厂 搞不掉项目啊 你不送离人 那给你盖招吧 对不对 都是这样 说北京市的副市长啊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 等职务上的便利 后来他就担任什么 南水北调 国务院 北调工程 办公室副主任 副主任 那时候就开始出事 准备调查他了 换个地方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书记处书记常委 说借助这些权力 和地位的便利 为相关企业 在建设工程 项目用地 性质变更 规划指标 调整 项目审批建售 在这些问题上 提供帮助 供收贿达到了 1.28亿啊 就多么可怕的 素心一下 一个官员呢 他和赖小明 又不一样 赖小明 他是属于 国企大老板 那是另一个层次的 他这个是 官员直接受贿 也轻切极其严重啊 问题极其敏感啊 那但是却 判了就是15年 这是可以这样讲吧 就判得太轻了 但是法院是怎么说的 法院这样讲的 冠冕堂皇啊 说他是 监狱陈刚 在赏位受到调查 谈谈 询问时 向办公 办案机关投案 主动投案了 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 构成自首 其实认定他自首不自首 这只有上面知道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监狱陈刚在赏位受到调查谈话 他没有 领导没有找 总继委没有找他 但是在这之前 总继委说不就私下 透露封气了 封声了 搞得陈刚 赶快主动吧 再不主动就出事了 就像那个清光荣美 等等啊 这些问题都是 很复杂的 另一个是 刘士宇也是吧 最后也是请判了 都是随指点的 总共这个反腐败 都是有身后的 这个社会和这个党内 权斗这个背景的色彩 这里讲不清楚 到底什么原因啊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 官方讲 归案后提供 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线索 这是提供线索 肯定是有利于 习近平这个派系 斗另一个派系的线索 对吧 同样在北京申请第七改大楼 他肯定对提供这个有关郭文贵的情况 肯定感兴趣 如果你提供其他的 假如你提供是 这个比如说吧 如果真是提供是蔡奇的朋友 这方面 那当然这蔡奇和拉斯 没有交际了 我只是举个例子 你涉及到习近平本身 就下边这些小兄弟的事 那肯定人家不感兴趣了 对吧 他说呢 窃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 具有重大利用表现 认罪悔罪 继续退赃 退赃这个肯定了 因为他一抓到之后 查封了 这个给家里东西都没收了 这个房产啊 股票啊 证券啊 对吧 名下自画啊 金银珠宝 无计都装满房子了 可能也类似这个 这个赖小名啊 所以说这些东西 应该讲 这些东西基本上还是 这个靠谱的 这个所以说就具有法定的 着定从轻或减轻触发细节 依法对其减轻触发 做出上市判决 反正是共产党掌握了 当官的掌握这个 这个攻减法司 在掌握了意识形态 他们爱怎么讲怎么讲 毕竟别人必须相信 但是其实他这个最主要的 这个能侵判他 我认为啊 从今天啊 海外的网站 看中国发表的一篇文章 这个透露了最重要的情节 今天海外网站 讲到啊 讲到陈刚的案子啊 大同小异 但是这里讲了关键的一句话呀 他说呢 2006年10月 陈刚出任北京市副市 是当时最年轻的省部级官员了 你想在那个时候 事业顶峰的时候 他很精明也很狡猾啊 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举措呀 这就是后边这句话 2015年3月 新浪微博透露 时任北京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陈刚 正在协调调查 当时知情人士向香港媒体披露 陈刚利用主管城市规划的权利 接受许多开发商承包商的巨额财物 这些是通过太太来操作的 陈刚的妻子已经移民加拿大 这才是关键的 你想吧 他这个通过他太太 这个办事移民加拿大了 说不定在多伦多温哥华都买了房子 那么房地是装的什么东西 那肯定除了放那些什么装饰品啊 这个字画古董啊 可能还会有材料 什么材料 对立派的材料 他老婆手里掌握这个东西啊 就像那个孟宏伟为什么判那么轻 不杀头 孟宏伟的太太Mary吧 这个那个女人不就生 给孟宏伟生了龙凤胎吗 一男一女 刚开始在里昂要求政治庇护 接受记者采访啊 搞的声音很大 保护自己啊 这个背对着媒体接受采访 这全世界第一人啊 终于跟中共谈判成功了 判个失了那 这个中共你对他也不追逃了 也不可能缺席什么审判 中共缺席什么都是欺负那些 那些弱者 你像这个这个孟宏伟肯定手里是一大把材料 也是放在这个里昂保护自己啊 他为什么抓起之前发一个照片 带一把刀啊 小刀照片 就等于告诉他太太我出事了 下一步你就要拿起这个利剑反击总共了 利剑是什么 一堆材料呗 对吧 腐败都有 你想如果不腐败谁当官 当官不都是为了赚钱吗 赚钱就存在 有的人傻的都穿到国内 这个整天忙 有了经 存到外边吧 同志在这机密文件了什么东西 整理大批 监利战出事拿出来的 你争我我争你 你弄我我爆料 哈哈 是爆料得命吗 不是爆料革命 爆料保命 结果呢 你看 结果再判了15年 当官的心里苦啊 纵盘不敢的 你要真正给他杀掉 1.5亿你要杀以后看看 保证他太太在多伦多 是温哥华就出现了 再不得埃德华王子岛 说不定 加拿大大了是吧 所以这个 中共这种反腐败 完全是内斗的 这个工具啊 这个用这个 这个利器啊 习近平团队是要 指向那些对地派啊 这里当然也包括 这个郭文贵也是在这个期间啊 200318期间盖盘国大国的 你盖那么大大楼 申请那么大的DP 难免和党馆打交道啊 所有的这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就对我难处啊 你办事你说你不给人好处 能让你办 能给你盖这个账吗 你盖了账 给了钱嘛 将来就容易出事 这孩子政治体制决定的 也就是什么呢 官员的权力太大了 你看他又是副司长 又当过的规划为主任 又是这个市里的 这个党组成员 你想 而且审批这个 规划 规划为审批 一些这个DP啊 项目招商咨询等等 那不都一个人一句话 即使不一句话 也是奉上级自定 刘旗子命 除刘旗子外 看还有更大的关 对不对 更大的关 胡锦涛这个令计划签字 你不给办呢 不给办 你们打人脸嘛 等死是吧 你要给办了吗 给办了就出事了 所以这都连着了 本人认为啊 他这个所谓判15年 重罪侵法 原因 就在于此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